目前安省的新冠流感还有RSV三重呼吸道疾病的叠加 已经对本来就压力山大的这个医疗系统带来了更大的冲击 那部分医院关闭了急诊 要腾出人手来运作加护病房 一些小病人呢也转到了大人病床接受治疗 就说目前新冠流感还有RSV等等呼吸道疾病的传播现状 在安省到底如何 圣诞新年马上就要到了 大家该如何避免感染呢 我们就请纽芬兰纪念大学医学院 也是多伦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教授王佩忠 在今天的疫情更新专题当中跟大家一起关注 教授好 主任好 各位朋友好 是 目前这个新冠流感还有RSV三重呼吸道疾病的传播现状 在安省到底怎么样 现在 现在先说新冠吧 新冠来讲呢 在加拿大包括在美国都是相对稳定的 这种的幅度应该依旧还是很快 加拿大的报告的数据呢 有时候公布的比较慢 我们拿美国的例子来说 美国跟加拿大基本类似的 这个感染节以前的一周是一万一千人 这一周以后变成了将近两万人 美国因为流感的死亡人数达到4500人 现在估算全美国已经感染了流感的了 就是感染包括恢复的整个累计起来 一共800多万人 很高的一个数字 很高的一个数字 大家可能没有概念这个数字是怎么解读 我们简单的说和去年比 去年这个数字是比去年的数字增高了40倍 美国呢已经有十几名儿童死于流感了 加拿大也开始出现有儿童的死亡病例 是 那么除了这个流感以外呢 您说这个RSV虽然说是已经稳定啊 但是呢真的是造成很多儿童感染啊 就说部分儿童医院基本上没办法应付了 但是其中有些病童啊 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到医院里面去折腾啊 那么如果孩子不舒服 就说您会建议家长怎么做 什么情形下才要从医院 那实际大家都从那医生里得到好很多的建议 各个这个医院呢 各个相关的医交部门都在公布这个东西 我个人觉得呢 家长呢是最好的观察孩子的情况 实际上来讲关键一点 就是孩子的两个重要因素 一个变化 病情的变化情况怎么样 另外一个呢 是不是跟以往情况不一样 明显差别 具体的指标呢 是说我看这几个方面 是不是有明显的呼吸困难 如果孩子呼吸非常困难的时候 有喘等等 这是很重要 特别当皮肤变了颜色 嘴唇花青的时候 这就证明很严重 一定必须不能耽误 另外一个呢 这个高热 特别是三个月以内的这个以下的一个婴儿 婴儿如果它高热大概39度 因为它免疫力相对是比较差 应该是引起注意 另外发热呢 人体时间比较长 一般有的说是这个48个小时 有时候更长一点 如果持续不退 另外还有一个呢 注意孩子的精神状况 如果特别这个焦躁的那种感觉 或者萎靡的这种感觉 明显变化了 应该看医院 另外再有呢 看相关的伴随症状 比如说出现明显的腹泻 特别是一天呢 超过三次四次了 明显的增加了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指标 再有呢 看这个身上有没有诊 如果出诊的话 也应该引起注意 就像我刚刚说的 就是说在加拿大 就是新冠的关注力 基本上已经降低了 就连中国现在都要逐渐 要放松这个清零政策了 就说你们专家怎么看 也就是假日就要来了 您会给大家什么建议 先说这个世界美国组织呢 在12月2号 谭德赛发了一个警告 实际上他通过这个媒体发说了 所以现在呢 不能轻视这个新冠 新冠的近 有希望呢 结束于紧急状态 大流感 大流感还没 大流行还没有过去 但是有希望呢 节省紧急状态的这个状态 可以结束 但是由于现在目前的检测 也降低了 疫苗的接种率也降低了 所以呢 这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变种的 再出现的机会 如果感染人多的话 这种可能性依旧存在的 中国的情况呢 实际我个人感觉来讲 是更危险一些 因为呢 我们前面聊过 他没有经历一个完整的游行过程 也就意味着全群体的免疫力水平比较低 而且清零政策导致呢 大家对于接种疫苗没有积极性 所以呢 这又是一个叠加因素 再有呢 我们主要用的是科兴国药 从保护力来讲 比我们现在用的mRNA疫苗呢 效果还要差一些 而且呢 再加上老人接种率反而在低 如果现在什么警惕都没有 像恢复正常不可能的 风险很高 而且呢 流感和其他的呼吸道疾病 也会出现大规模的 这个是大幅度的上升 是 那么现在大家还是一样维持防疫警惕 您会建议大家戴口罩打疫苗 是打疫苗是非常重要 比如我们先说流感 流感的今年的疫苗 是我们比较幸运 它呢 因为流感呢 根据美前一年的发生情况 来预测 然后我们做制作疫苗 今年看呢 流感的疫苗效果非常好 比以往要好 所以至少呢 能避免一些人感染 即使你感染了 症状也要请打疫苗重要 而且呢 这个打这个Bivalent疫苗 就是两架的新冠疫苗 依旧非常重要 汇瑞呢 已经提交了 五岁以下儿童的疫苗接种 这个新的Bivalent 就是针对B5的疫苗 现在还没有批 对 加拿大呢 我估计也就很快会批 家长有很多担心 特别是儿童心肌炎等等 最新呢 阿根廷有一个大人群的报道 他专门着重于这个儿童接种疫苗 他发现了接种新冠疫苗 可以保护儿童这个死亡降低 百分之九 就是非常好 尽管不眠 不能保证你不感染 必预防感染的 可能这个保护力很低 但是预防重症跟死亡 效果依旧非常好 是 好 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 谢谢 谢谢教授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我们下周见 好 再见 那么医学研究都显示 这个疫苗是安全的 也还是呼吁大家 如果你能够的话 请你赶快去接种 新冠还有流感疫苗